今天很高興請到我們兩岸的大家長 我們是江里坤先生 來今天親自跟我們一名演講 我們今天主題大概是台灣經驗與大陸發展 我想江先生他是台灣經驗的貢獻者 也是一個實踐者 我想在大陸的發展這幾年可以去過一百次 參與兩岸很多的高層合作 還有很多的雲間的對話和交流 非常具有貢獻 我們今天特別請他來跟我們現身說法 希望我們在五十分鐘的時間 能夠跟大家來交流一下 我們現在在以德烈黨中歡迎江先生 謝謝 陳董事長 各位來自大陸的各位新朋友 大家早上好 好 歡迎大家到台北 這個時候來有一點熱 我想沒有長沙熱 那麼開始有兩塊 很快的大概聽說有颱風 各位在我們沒有經歷颱風 這次可以經驗看看 我前幾天才去河北開會 這個是我第一百七十五次 到中國大陸 那河北開完會 我最近登廣場 當然我去了一次 大概是2010年 那時候我全部用走路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 角力差很多 我現在到大陸的年紀 年紀是86 所以這個 我有一半是坐滑桿 有一半是走路 不過一天還是要走一萬步 所以 所以 不是在台北 是登環山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要走一萬步 我現在氣候正好 尤其是 聽說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像那天的好天氣 有六十天 所以 這次機會難得 我今天是談這個 台灣經驗大陸的好戰 各位在 因為很抱歉 我的稿子 到前天才完成 所以 應該有硬給大家來看 我今天是按照這個 我這個稿子 大致跟大家說明一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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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53年到2000年 48年當中 台灣有向大陸的五年計劃 我們有四年計劃 所以1953年到2000年 我們一共有12期的四年計劃 加起來48年 台灣沒有資源 只有勞力 腦力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這個48年平均經濟生長 達到8.2% 是在所有有48年歷史的國家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 資源歷史只有2.5% 所以我們叫做台灣經驗 那麼在這個48年當中 當然我們分階段採取政策 尤其是在每一個階段發生重大問題 我們會採取應援措施 各位假如還記得在1997年 在泰國發生激動混亂 那時候台灣也所當貧窮 不過98年那一年 我們採取了適當的措施 台灣 台灣有4.2% 其他的國家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全部都是副成長 所以我們渡過難關 那麼台灣在1995年代 我們是開始採取這個翻墊的 跟自己的一個措施 這裡面我們當然進口有管制 要花許可證 同時我們推動了一個土地改革 什麼叫做土地改革 台灣人在清朝的時候 有一位和匯出身的這個劉明傳徐甫 他在台灣推動第一次的土地改革 他做什麼土地改革 他去丈量哪一塊地 然後把所有權人登陸 發給戰黨的土地所有情緒 日本人在1985年到1945年 1995年到1995年 1895年到1945年 一共五十年 他們進來以後 舉行第二次的土地改革 他們是用這個準確的統計測量 然後調查他的生產量 給等者 然後也是一樣登記在他的台站 叫做土地改革 當時台灣有三層地主 第一層叫做大住戶 第二層是小住戶 第三是變農 日國人把大住戶收購 把它變成剩下小住戶 也就是地主跟耕座的電容 那國民黨政府來的時候 把那個地主的部分也把它收購 然後改由電容叫做耕座五金田 那1960年代 我們開始公布獎勵投資條例 那時候我們成立了三個架構出口區 包括高雄、南子、台中 那麼架構出口區的好處就是 提供一個免稅 然後五年免稅 進口免稅的一個措施 所以在90年代 台灣就開始推動輕工業的出口 到了1970年代 台灣就開始在蔣經國縣市的時候 它有十大建設 包括改善鐵路、機場、港口、電力 還有更重要的發展實況 包括那個時候成立的 中國鋼鐵公司 中國造船、台灣造船公司 都是國營的國企 到了80年代 台灣面臨今天 中國大陸所面臨的美國的壓力 當時我剛好在政府負責這一塊 所以對美國的粗糙態度 美國要求您降低關稅 開放市場 保護智慧產產權 跟今天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問題一模一樣 然後到了90年代 八年年代最重要的一個措施 我們推動積極資源化 尤其台幣大幅的升值 也造成在八年年代 開始台商往大陸發展的一個起機 九年年代 我們開始推動資訊這個產業 現在變成台灣的最重要的產業 兩千年之後 當然台灣有政黨分替 所以就變成很多新的產業出來 那麼這個 各位不曉得有的資料 第四月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第四月有一張圖 在這張圖裡邊 各位可以看到 台灣當時是從日本進口聯組件 在台灣加工 然後出國到美國的一個三角線 所以台灣一個宿命 因為它被日本統治五十年 所以完全依賴日本的資本 依賴日本的技術 所以我們大量的入鈔 然後在台灣加工 賣到美國去 就變成大量的入鈔 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從日本的入鈔 達到217億美金 到了去年 仍然有211億美金 但是對美國的出鈔 我們2000年的時候 有103億美金 但是到了美國 到今年 去年只有剩下67億美金 最主要的原因 是1987年 蔣經歐先生 開放老兵部大陸看清 同時 台幣在88、89年大幅度的升去 也就是今天美國 逼中國大陸要升值同樣的問題 逼大陸要改善這個智慧產生 完全一樣的問題 但是當台幣升值的時候 原來在台灣的基本產業 老年密集產業無法生存 而那個時候剛好 有1979年的鄧小平改革開放 所以台灣的企業 從88年開始 就跟著老兵到大陸壇去開闢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在廣中 有25000家台商 在江蘇有25000家台商 其實從88年開始 因此這張圖 原來是三角關係 變成四角關係 台灣現在從日本進口原料 在台灣做加工銀組件和機器 賣銀組件到中國大陸 賣機器到中國大陸 尤其是台商 他們在大陸利用勞力 大陸的勞力 然後加工以後 賣到美國去 這張表你可以看到 2000年對美國的出鈔 只有297億美金 去年多少年 2758億美金 將近9倍 那這裡邊2758億美金 至少有700億美金 是台灣的國情 台商的 所以今天為什麼美國 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 為什麼1980年代對台灣施加壓力 現在台灣沒有壓力 因為全部斬價到中國大陸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要解決的問題有兩種 一個就是對資本的入朝 一個是對美國的入朝 這個是變成當時 我在政府擔任商務部 像大陸的商務部的負責人 我面臨的一個挑戰 也因此我當時就定了一個 加強對美經貿付出計劃 而且我們還跑到美國到國會裡邊 一個一個向美國國會議員來說 今天當然中美交惡 在這個之前大陸也一樣 到大陸到美國去交涉一樣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計畫有一個重點 那就是台灣要推動更多的自由化 跟今天大陸降低關稅一模一樣 我們還派採購團到美國 包括黃豆、小麥去採購 就是讓美國人曉得說 美國人曉得我們要降低這個儲操 然後我們也跟他推動 簽訂很多相關的合作協議 我最主要是談判 過去我們在跟美國發生的 比如火雞肉 他要我們全部開放火雞肉的進口 工具機 台灣要對台灣過去設限 要台灣來保護智慧財產權 還有緩製品的協定 就是他控制台灣中國到大美國的緩製品 還有我們要求被修改專利法、商標法 做這些事 今天我想大陸面臨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 台灣這個同樣的一個問題 不過結果我們效果很好 我們對美國的這個出操 剛才我講的 逐年降低 現在他已經完全不考慮台灣的存在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改善對日貿易逆差的問題 當時我訂了一個改善對日貿易逆差的計畫 這個效果目前開始成效 1980年的時候我們有23億 到了1990年變成76億 到了2000年217億 現在變成210億 雖然沒有漸降很多 因為我們必須仰賴今天還是仰賴很多日本的技術跟產品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推斷很多 對日本的這個改善逆差的措施 包括我們在日本 設有台灣貿易中心 我們開始在台灣發展關鍵的組件 來減少從日本進口 這個是當時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困難 兩個一個最大的一個經貿的問題 談及這個大陸的進去發展 我想大家都曉得 在過去1979年的鄧小平先生 被改革開放 改變了州府大陸 也改變了全世界 蔣經國先生的開放部老兵談親 讓台幣升值 改善了兩岸關係 也改變了整個台灣 那麼從這張圖 第6頁來看 在過去的39年當中 中國大陸的平均經濟增量達到9.4 這個經濟總量增加到32倍 從1979年到今天是9.4 但是從90年到2017年 這個倍數來看 經濟總量是32倍 進口35倍 出口36倍 你最曉得說 大陸經濟成長之快 這個是全世界前所未有之快 也因此很快的 現在大陸變成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變成最大的出口 第二大的進口 而且最大會有成果 那為什麼大陸改革會成功 第一個呢 就是大陸的制度 也就是市場機制加上政府計劃 雙重計劃讓今天 包括食商的規劃 明定各種的產業的發展方向 讓民間來推動 因為這種原因再加上開放外施 所以在過去這30、49年當中 不只是台商全世界的資金 集中在中國大陸 所以台商到今天為止 我們可以說是在全中國大陸 可以看到每一個台商的足跡 那麼加上地大物博 大概只有從廉價的勞力 所以馬上可以說結合外國 包括台灣的資金跟技術 結合大陸的勞力跟土地 馬上就快速的發展 第七月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張表 這張表是按照人民幣的計算 人民幣的計算 從1978年為積極到2017年整個發展 今天我列出來是從1990年到2017年的整個倍數 全中國大陸是44倍 廣東省達到58倍 江蘇省達到60倍 你就可以看到像東莞就有95倍 深圳有130倍 昆山可能是一個台商投資最多的地方 有175倍之多 這是我想整個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高度的成長 那我中國大陸去了那麼多次 我歸結大陸成功的原因有四個好 一個是好制度 什麼叫做好制度呢 就是這個大陸幹部的培養 我想這個幹部的培養 有一點類似日本的文官制度 日本的文官是 它把全日本最優秀的頭腦 經過考試 在日本的中央各省各部門 那麼從基層透過輪調 五年一調 三年一調 然後經過各種的經驗 然後逐步上升 然後到某一個階層就開始淘汰 一直變成一個金字塔的文官制度 我有一個朋友在日本做商務部的副部長 他曾經被邀請到中國大陸 去講解日本的文官制度 我會請他到台灣來做我的顧問 那我也很想實施日本的文官制度 就是從基層培養逐步淘汰 這個制度其實大陸也採取這個制度 很多領導幹部 他們都經過基層 像習近平總書記 他也是從基層的縣級到市級到省級 那麼在立面過程當中 上面要考核 下面要考核 有一次我到遼寧省 陳正高省長說要來陪我 結果他打電話來 他說我現在不能去陪你 因為上面要來考核 他說上面來要去看 以外要翻問卷調查 給副省長給廳長打我的分數 就是由下面考核 然後經過五年 他就按照他的成績 就開始調升或者調到別的地方 你看現在大陸每個領導 有些是經過好幾個省幾個市 這樣培養到每一個職務 我常常說這個好制度 培養了好人才 那好人才可以定出好政策 而這個好政策又可以好做事 因為在像今天台灣日本 很多數前都要經過國會 國會朝委衝突根本通不過 但是呢在中國大陸 經過這個常委會通過 第二天就開始執行 所以可以說是 每一個他的優點是 每一個領導都富有經驗 有領導能力 有魄力的一個人 在民主國家用選舉的 都不是最好的 包括今天的川普 今天台北市長 今天台灣的領導人 都不是最好的人 好的人當選不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大陸有那麼快速的成長 其實就是這四點 好制度、好人才、好政策、好組織 而且他天天在拚經濟 各位假如跟他們領導向我去 每一個領導坐下來 他一定催他的政績 包括我這裡 去年經濟總量成長幾百分之多少 我的財政收入增加多少 我的綠地增加多少 我的高速公路增加多少 都是在搞經濟的 沒有一個人像今天的台灣 都在搞政治、搞選舉 所以為什麼大陸會這麼快 其實我歸印尼就要好多 那麼在第八月我就開始談這個 兩岸關係 各位都曉得 1949年 從1949年將近有40年的時間 台灣跟大陸處於商部的時代 不接觸、不來往 各種的商部 所以台灣大陸那個時候在搞鬥爭、搞文革 台灣在拼經濟 但是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到了1987年我剛才所說的 蔣經國宣稱開放老兵或大陸貪慶 開始有了兩岸關係 那麼那時候台幣生土 很多勞力民族沒有辦法生存 只有跟著老兵 他們坐飛機到香港 落戶在今天的深圳東環 到了九零年代 他們坐飛機到香港 轉到上海 然後落戶在今天的滾山 所以今天的蘇州 一萬加台商 今天的廣東加起來兩萬五千加台商 今天廣東省是第一大經濟省 江蘇第二省 其實台商功不可貌 那麼因為這個台商跟著老兵走 所以當時我在商務部 就是台灣的經濟部 我們開始頒布開放台商 和大陸間接投資的一個辦公 九一年兩岸開始成立一個民間的團體 一個叫海基會 一個叫海協會 那時候第一任就是台灣的 一個很有名的企業家 就是顧智姆先生 跟原來的上海市長 他們在九二年透過在香港的談判 達成了兩岸的共同的一個共識 我們叫做九二共識 那麼對台灣來講 我們把它叫做一中各個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達成的文字就是 兩岸對於一個中國便沒有爭論 台灣的憲法也規定一個中華民國分成兩個地區 大陸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中國 所以對一個中國大家沒有意見 但是對於它的內涵有一見 所以他們兩位同意 對內涵我們各自用口頭來表述 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也就是一個蒙古話 讓它把它隔置在旁邊 不要再討論一個中國的問題 所以九三年他們在新加坡 開了第一次的孤王會談 大陸叫光孤會談 他們簽署了四項協議 但九八年 顧智姆先生到大陸去 九九年 李登輝總統他講了兩國論以後 兩岸就破裂 到兩千年持續的上台 各位在報紙看到 最近他又在出來講話 一杯一杯 所以兩岸發跡變成一個相當惡劣 到了2008年才開始 國民黨執政之後 我們開始兩會的協商 在兩位協商之前 其實我是在2005年3月28號 我代表國民黨 率領國民黨代表團 我到廣州去祭拜黃花港的歷史 然後第二天我轉到南京到中山嶺去祭拜大家所尊稱的孫中山先生 第二天我們第三天我就轉到北京 在30號的晚上 我跟當時的國台辦陳雲林主任 我們半夜開會開到12點鐘 對於我們提出的要求 大陸有正面的回覆 我們稱為我們發布了一個12項的共識 那麼12項共識幾乎都是討論到這個經濟的問題 到了4月底的時候 連戰先生代表國民黨第一次率團到北京 跟當時的文錦濤總書記見面 那麼發表了五項共同宣言 那麼後來就變成國民黨的政黨 那麼開始復募實施 但是假如沒有國民黨贏的選舉 就不可能 那國民黨滿國的當選之後 他就按照過去我們所達成的共識 就開始來推動相關的措施 海積海鞋就開始運作 那麼第八月最後 我把它現在台商到大陸投資 到台灣政府是四萬三千件 一百一千差不多一千八百億美金 這樣大陸統計有十萬項 等於差不多兩倍多 所以假如按照這個來計算 在大陸投資我相信至少至少超過三千億美金 那以金額來講 百分之三十在江蘇 有建數來講 百分之三十在江蘇 百分之三十在江蘇 那麼第三位是福建 第四位是浙江 所以把這個四個省 沿海加起來 台商投資佔整個大陸投資三分之二 其他三分之一就呼佈在中部西部 包括北部 到今天在窯點的墨河 各位有沒有聽過墨河 在哈爾濱 有一次我在06年到哈爾濱去 有個墨河台商 開了四個小時車子 從哈爾濱來看 我說你在養 你做什麼 他在養狐狸 所以台商五毛不入 在全中國大陸都有台商的主機 這個是第九月對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對外的投資有兩大塊 一個剛才講的中國大陸 有1800億美金 第二個是東協的十個國家 大概是占百分之十一 從第三個十六五才1989年 現在中國大陸 因為台商的投資 市場變成百分之四十 這個東盟 因為台商的投資 現在占百分之十八 然後美國剩下十一 原來美國占三十六變成十一 再來是歐洲 然後再是日本 第十一月 我在2008年5月26號 我擔任還集會的董事長 在六月十一號到十三號 我到大陸去訪問 我跟陳會長 那時候他從國台辦主任 轉到海新會 我們第一次很快的 一個月之間 我們就開了第一次的會談 台灣我們叫做江城會 中國大陸叫做陳江會 第一天我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論道理 我比你年紀大九歲 然後我家裡天天江城會 因為我太太姓陳 我媳婦姓陳 我的女婿姓陳 六個孫子 三個姓陳 三個姓江 所以我們在江城會 就很習慣 應該叫做江城會 這個是像話 不過從此我跟他舉行了八次會談 這個八次會談裡邊 有很多重要的寫意 當然一個就是GRA 今天過去我到中國大陸 我都必須要經過香港 等兩個中國 所以到北京要一整天的時間 到東北更慘 有時候我到香港轉回到北京 然後從北京回賈母斯 再花幾個當 有時候經過韓國 第二個就是海運的直航 台灣過去船隻必須經過流球 才能夠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進來的 所以要經過流球的石門島 那有一次這個流球的現場來看 那時候我還是驚激不動 他說江先生 現在有一千條船經過我接引 我一年一條船收十萬塊日幣 我一年有一億的收入 能不能多一點 我就跟他說現場太麻煩了 你能夠把你的海關的圖章借給我 我在基隆港蓋 我就不要搶就不要去 那錢一分一半給你 所以那個時候增加成本 現在完全開大 所以兩邊到現在最多的時候 我們的直航可以說是達到 這個870萬成功 第三個就是觀光 觀光協議讓大陸很多民眾 能夠到台灣人 第四個我想最終的支持 我在第五次 也就是在2010年年 在重慶 我們召開了這個第五次的會議 我們簽了兩岸經濟合作協議 這個在後面 我會詳細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那這些協議 我簽了18項 我第八次台灣會 我就跟我們領導說 我已經滿80 我的人生不多 我要自由 我要壓力 因為在台灣做事情 不想在中國大陸領導那麼好做 我們的壓力很大 尤其我們的在野黨 反對跟大陸往來 就今天的執政黨 所以他會利用各種的這個假新聞 來攻擊你 攻擊你的兒子 攻擊你的家庭 用這個方法 讓民家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在第八次我就辭掉 我的後任 行了三次 所以一共有23項協議 那簽署協議 我們看到台灣所受到的經濟效果 那這個 第一個 2008年的時候 大陸光客只有33萬人 到了2015年增加了400到418萬人 所以我們的觀光收入累積起來 現在有341億美金是多 第二個 就是剛才講 直航班機 增加到890萬 貨運呢 增加到 這次每個禮拜 84萬 海運呢 從2008年開始直航 台灣有13個港口 巴陸有72個港口 然後最重要的是EQUA 那麼EQUA其實為什麼對台灣重要 在11月 我有一個張表跟大家說明 這個角度 在重慶簽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這個架構協議是根據WTO的規定 我們是先採取一個框架的方式 這個是中國大陸跟東門 日本跟東門 還有韓國跟東門都採取框架方式 因為內容太多 只能分次來完成 所以它是一個框架 框架後面我們一共有五種協議 一個叫貨品 一個叫胡茂 一個是叫投資 另外有一個這裡面有寫 就是爭端解決機制 然後最後一項是經濟合作 那這裡邊我完成了經濟合作裡面 做一個關稅合作 以及投資保障協議 我對後任還品胡茂 可惜台灣的國會沒有通過 沒有生效 後品貿易沒有完成 而後品貿易對台灣來講 是最重要的一項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跟韓國 跟日本在競爭 韓國出口一百塊錢 有八十塊可以享受免稅 為什麼呢? 韓國跟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議 也跟美國 原來是跟北美完成協議 現在跟美國又重新談判完成 然後跟東門全部是個國家 互相免稅 那所以台灣只有百分之九 台灣假如能夠跟中國大陸 完成這個後品貿易協議 我們有百分之四十 就可以享受免稅 今天中日韓完成 我想日本將來免稅 會超過百分之六十 而在台灣只剩下百分之九 因為做不到的地方 那兩岸好的時候 我們跟新加坡 跟紐西蘭的錢 貿易量不多 兩岸交惡 現在奏重勢都寫不通 所以對台灣來講 台灣經濟面臨很大的危機 下面我談到兩岸隔壁的紅綠 也就是國民黨是採取了學商取代對抗 我們用合作創造雙共 所以台灣兩岸關係要好 國地關係要好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蛋斷交流 大陸也很好 幾些國家要跟大陸建交 他叫他回去 台灣關係好的時候 他就保持讓台灣在國際上 有一點地位 關係不好的時候 他就不客氣了 先把你斷掉幾個 同時你看這個出國的免簽證 我們現在到國外去 很多國家給台灣免簽證 2008年的時候有54個國家 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到了2005月增加到164個國家 也同樣的 因為兩岸關係好 我們可以日本簽了投資保障協議 我們跟紐西蘭簽了自由貿易協議 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議 所以兩岸關係好對台灣最好 但是問題是民進黨執政之後 現在兩岸關係快速的惡化 各位在報紙上看到 我們這個領導人拒絕接受選擇貿易協議 老的領導人又強調一邊一邊 所以現在兩岸已經沒有互信的基礎 所以現在海基海協 過去我們一年有300個團來到海基位來看 現在一個團都沒有 各位假如有空看到海基位大廈 是我用木管去幹的 看不要涼涼 以前是這個習武西做幾個辦公室都不夠 一個角度有一批客人 所以一個人不但是沒有 以前我們有一個熱線天天打電話往來 現在傳真去有接不回 打電話去不接 然後兩會的協商全部停頓 所以後續的協議一個都沒有 再加上原來所簽的23項協議 都有主管機關 像大陸的公安部跟臺灣豪部 天天拿起電話就解決詐騙人 詐騙犯的問題共同打擊萬歲 這個交通部跟大陸交通部打電話指揮的問題 都可以用電話解決 現在全部停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兩會協商可以說是影響很大 另外大陸現在推動一代U 還有很多像大陸主導的RCEP 還有美國日本主導的CPTP 臺灣會不會把它參加 所以將來臺灣現在變成孤立的一個古導 有點像東方以前的 那麼光刻原來最多的時候414萬 去年是270萬 今年更少 今年更少 可能變成一半 那航班原來是890班 現在只剩下615萬 有很多地方都停死 停退 所以觀光旅遊 各位假如有機會去看看南部的禮環 我家在南陀 南陀是日月潭所在的地方 我的朋友開一個叫南陀台灣店 一直給我求救 沒有旅客 他借款1億沒有辦法回 民主要把它排賣掉 像這種事情 整個禮環公文客找不到人 那不但是導遊 連遊覽車 還有賣鳳梨書的這些 完全都沒有辦法達到他們的這個要求 所以還有另外農產品賣掉 以前這個四目儀有契作 十八億有訂單 這完全全數 所以現在民變而勝 就是因為兩岸關係的惡劣 造成收入減少的家庭相當之多 那麼現在當然這個變成今天中美交惡的過程當中 台灣當然也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台商從台灣進口零組件 在大陸組裝賣到美國去 將來高端稅影響他們競爭力 就影響台商從台灣採購的金融 台灣也是首當其創 另外當然在國際的空間 現在根本說大陸不給任何的空間 這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麼對於今後我想兩岸關係的展望 我想給我的個人的看法 2002年我曾經到新加坡 那時候李光耀先生想退休 我去看他 他跟我講 他說江先生 我最羨慕你們台灣 你們離大陸近 同種語言相同 你們可以把大陸的成長來養分來茁壯台灣 我新加坡離做不到太遠 我想做做不到 這句話 是我跟我心裡所想的是一模一樣 因為在早期在2000年之前 我們正在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就是李光耀先生所說的 你的地理位置太好 可以變成歐美企業經過台灣到大陸的企業 因為當時很多企業 他不敢直接到國安 但是跟台灣合作 語言文化也可以 我現在到日本去 我一直跟他講 日本人最好到台灣 跟台灣一起到中國大陸去 因為文化習慣不一樣 你可以負責這個技術經驗 我負責勞務跟公共事務跟政府的關係 我常常開玩笑說 你們日本人白天醒 晚上不行 台灣台商 晚上醒 所以一個白天醒 晚上醒 一起合作 那我們亞太營運中心就是希望 利用台灣的經濟自由化 跟兩岸關係的一個正常化 讓很多國際的企業 在台灣設立據點進軍中 可惜 兩千年政黨問題 一切計劃泡糖 一個泡糖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台灣很可惜 它可以當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我們四群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一直在 尤其是當時台灣有資金、有技術 巴黎有市場、有勞力 我們叫做優勢負 我們可以合作起來 就是連戰先生在北京大陸人講 他說一加一代二 就是優勢負創造酸移 這個是我想今天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得到很多的好處 兩岸好、國際關係好、兩岸好、官貨增加、台灣經濟好 那你作為一個領導人 你的目的何在 你是要你的老百姓能夠在台灣握走 所以我常常說我的意思的願望 就是如何讓兩岸同胞變成能夠安居落葉 我常常在講我希望我的兒子、我的孫子、我的祖孫 永久能夠住在台灣享受安居落葉 什麼叫做安居呢?兩岸和平 兩岸沒有戰爭 兩岸很和好 兩岸很快 什麼叫肉葉呢? 競技環 優勢富補帶來競技環 那我們的子子孫生等於在天堂一樣 等於在天堂 可惜今天的民進黨政 倒行逆施 變成我們面臨更多的挑戰跟風險 而我們的很多人才 現在紛紛移居到中國大陸 各位大家聽說 現在多少人在台灣找 在台灣的七年到大陸找工作 多少教授在大陸的大學教授 多少七年到大陸去創業 對台灣來講是很少 如此下去 台灣就變成安居在孤島 沒有前途的利益 但是呢 我相信我們應該要有信心 現在雖然沒有海基海鞋 我們現在還有兩個平臺 一個叫做兩岸企業家峰會 蕭萬長先生做理事長 我是副理事長 另外我還有創辦了一個 對兩岸最重要的平臺 叫做兩岸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 我在2005年創辦之後 這次我打合回15次 各位的小朋友 台灣過去是代工請家 今天大陸也是代工請家 我們是必須付很多權利金 給外國的這些廠商 付它規格標準的權利金 印一片光一片 你賺不到一毛 你要賺你要付一毛的權利金 假如台灣有技術 包括有市場 我們訂一個我們自己的共同標準 現在成功了 現在我們已經訂了59項共同標準 這裡邊有6項變成世界的標準 等將來我們可以說權利金 就不要再付錢利金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我們可以說是兩岸合作 然後優勢不妥 然後讓台灣能夠安居落葉 兩岸同方完全 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憲法 我想我相信上天會放棄台灣 我們很快就會選舉 當然我們希望主張娘娘和平的人 將來會再引導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幾分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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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跟各位兩師長交流一下 各位兩師長交流一下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不是這個中美貿易戰 那我們就是 如果台灣也會受到很大的 你剛才有講到 會受到很大的成績 如果做中美方 因為進一步的交惡 可能會有更多的一些 那我們台灣也會來面對 就是會進一步的站在哪兒好 或者是就是向不好的方面發展 會如何用於台灣如何來面對這種問題 台灣現在是目前 就是中國大陸對美出口減少 台灣對這個大陸的出口減少 影響台灣企業的獲利 第一個衝擊 第二個衝擊是相反 就大陸的台商走上去衝 再加上 再假如他失去美國市場 他只有幾條路可以走 一條路就是扩斷的血 開過大陸市場 因為台商大部分是以外銷為主 開透大陸市場 第二分散市場 因為美國以外市場還是滿大的 包括歐洲 包括非洲 包括中外國洲都是市場 第三個可能 他們會轉型升級 去生產不影響產品 甚至於二轉三 從製造會轉到服務業 現在很多開始轉到服務業 但是有些人會轉移生產的據點 這個早就發生了 因為沿海成長太快 工資上當快 所以很多台商開始轉到 威里賓、越南這些國家 最近聽到的哄聲 是他們想回台投資 他有錢回台投資 不一定回台投資自己的專業 他可能搞還地產 但是很多想回來 但是台灣面移的困難 我們叫做缺水、缺電、缺地、缺勞利子等等 所以現在有一個 對大陸影響最大的就是 在大陸的外資包括台資慢慢外移 影響大陸的生產可能有這個衝擊 但是我想大陸領導應該 他們多有深疏、熟利 他們採取的措施應該有他們的考量 看目前的樣子 川普先解決加拿大、墨西哥 解決日本的問題、解決歐洲的問題 然後要大家一起來打中國 我想川普很明顯 他怕你有一天超越他 誰把你打死 打個罰錢 但是川普的韌性 剛才講的有四個好 我想應該 我是覺得應該大家團結一致、共同 謝謝 謝謝 十點鐘 請到咱們來個提告 就是說今天昨天下午上一個 其實有時候講到雙邊的談判 就是說信任其實是一個非常核心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像今天你跟那個經理先生 來交往很多先生 那麼其實今天整個也是相知相戲一樣 那有些話呢 因為可能有些事情 或者有些公司的達成 它背後需要有一個非常細類的基礎 現在這個當時可能有些事情 本來可能看起來不是那麼好看 因為有信任 所以大家有一個互相調節的環節 就很容易達成公司 現在我們就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這個信任的結構 沒有破壞到 就是說它會變成兩邊的一個 叫敵意螺旋 就是說也許我原來不是很具體的一個 很敵意的行為 但是可能就會被解圖成一個敵意的行為 這個螺旋下去的話 其實有時候我們對於韓國的其實也會被關注 當然最邊緣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跟思考說我們怎麼樣 歷史在這步行中 怎麼樣來維持我們的搶救和動 來公布這個動作 也許是董事長在這一方面 從信任的結構到我們今天的危機的話題 導致給我們一些思考 謝謝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這個一個是個人的信任 像今天安倍跟川普 他一直在拿安倍子搶第一個 都要川普大家去看他 他想一直建議跟他的私人關係、信任關係 我想個人關係的確影響這個他們個人信任 那當然川普這個人比較例外 一般來講 每一個政府、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領導人 這個個人的信任絕對有幫助 包括過去我們跟美國談判 代表跟他個人能夠達有一個信任 大家互相投協機會、私下 過去我們在每個談判 常常將在那邊 我就提議我們去小辯 在小辯裡做談 那小辯就談出好結果之後 這個是一個信任的肯定 那從我跟陳偉臣談判 其實我是最後一個層次 前面有包括我們先生這麼一種先生 他們會吵 吵來吵去 他有點半黑娘 但陳偉臣主任在好的地方 主要我跟他講 他為了全局他會接受 好幾個例子 總有將節我跟他講 甚至於在開會期上 他會圓滿滿足我的要求 這一點我是一直很感謝他 當然你要讓人家信任的條件 你自己的個性是值得信任的人 你的常識 你的經貿知識豐富 談得來 談得來 假如你不搞經貿談判的人 跟 當然這個部長不好聽 他的後任叫陳德明先生 他做商務部長 厲害的人 我們的後任沒有做過經濟部長 不懂經濟 你是談不來 搞經濟的人懂 都有同一個理想搞的 這是一項 我是覺得很重要的 所以我跟陳偉臣都是經過 這個一倍先挫傷 很多吵架都有了 很多吵架形成到最後出負一個共識 互相讓 有時候像那個台上這個投資保 把投資及促進協議投資保持鏈 花了兩年時間 就是未來一點點增結 大陸不喜歡用國際兩個字 他不喜歡用國際兩個字 像這種仲裁大陸也不喜歡用第三者的仲裁 但是總是要跟他磨 磨到最後我跟陳偉臣談 就結束 這是一個信任的重要性 包括個人的信任跟制度上的信任 第二個就是今天假如沒有信任 當然現在沒有兩位學校 但是問題是兩岸敵對意識抬高 影響民間 老百姓對台灣的敵意越來越多 平常經常 不像以前 以前大陸尼克來建議 他很放心 而且每一個人回去的時候 都很滿意台灣人的熱情 台灣人的禮貌 台灣人的好客 台灣人的排隊 台灣人的讓路 他們都很配 他們會帶著好的印象回去 今天恐怕不一樣 不一樣 他們來心裡有點障礙 感覺是不是很友善 其實台灣人到現在還是友善 只有這麼不好人 但是大陸民眾敵意加深 我舉一個例子 八十五部西流店 當時大家曉得這個還有名的連鎖店 他就是蔡英文去他的店 他想去看台商在這裡的發展 本來沒有事 偏偏一個員工要他簽個字 拿一個東西叫做簽字 被應該是哪一個報紙記者擴大說 他送他禮品 到了大陸就不得了了 本來沒有事 就這個媒體加上競爭者的惡意宣告 這個整個不踩不買這個運動 連網路都下降 碰我萬分 一直我後來就跟他解釋 跟國調官解釋 純粹對台商沒有辦法人家來參觀 只是他的員工是外國人 要他簽個字 無可後悔 但是被媒體一宣導整個下降 到現在聲音降到三層 所以這個是一個敵意增加的一個 最壞的一個例子 不只這個例子很多 台商一不小心你就陷入這個陷阱 所以我希望還是 將來還是兩岸 而且兩岸這個互相信任 其實兩岸台灣去大陸 大陸來台灣交而越多 大家越融合 這個才是辦法 要不然台灣沒有前途 謝謝